蒜頭它就是經過海空的吹捕之後 它才會形成它的香跟辣跟嗆 這是進口的比不上我們台灣的 雲林特殊地理環境 種出來的蒜頭香氣濃郁 深受消費者喜愛 現在民眾不用辛苦跑到產地 在自家附近超商就能購買 藍寶石草蝦 它這個蝦子它是藍色的 你看天然的顏色 不只貨架上滿滿的生鮮蔬果 就連養殖區的新鮮水產 同樣能夠產地直送 而且只要動動手指在網路下單 下班回家前走一趟超商 同樣可以就近取貨 農產嘉年華這個電商平台 可以讓我的種的蒜頭 可以讓消費者直接買到 五載是有文化的有藝術的 然後再來到我們全家 我們看的都是一個溫暖 帶給大家更好的商品 學者網購平台興起 農業部從109年 開始輔導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建構台灣農產嘉年華網路導購平台 梅河農友和電商去年創下16億元的驚人銷售 今年在宣布和超商合作 結合實體與線上通路 推廣台灣在地農產品 店裡面來做銷售 並且透過他們的這個網路 和我們台灣農產嘉年華的這個網路 來結合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雙聯加成的一個效果 來促銷我們台灣的這個農產品 為了拓展農產品行銷通路 農業部積極輔導農友加入電商平台 同時整合國內網購資源 希望縮短農民和消費者間的距離 還推出限時優惠活動 穩定國內農產品產銷發展 記者邱順明台北報道